只要有环境 ready 之后 然后有模拟器之后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执行到这边来 可以walk了 那你就是主要几个几个点 比如说我们去建一个Hello World 上面有个 假设我们后面 如果要再建一个layout 这个layout部分的话上面就是 有一个按钮按下去 它可以改变上面的这个test 那这个部分的话 就如果你 应该前面里面也有 上到类似的东西吧 有没有walk 有吗 那如果可以执行过去 也可以看得到结果的话 那表示这个环境是ready的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逐步的 再来往后面看 那基本上的话 我们后面 我们大概我们来看一下 那再来其实我 课程本来有规划 就是说有一些 这个产业的状况 不过我想 这个应该不是我们重点 因为会花太多 我再把重点跟各位讲一下 基本上就是说 目前的销售量 其实 最近的 应该是 这个 这几年的变化 其实非常大 像Samsung的销售量 大概 2012年的这个数字 已经突破一年大概是 一亿五千多万只了 那iPhone的话 一年的这个销售量 已经到一亿两千多万只 这个是2012年的 再来到2013 这个数字也一直在提高当中 所以一整年的销量 基本上已经从两亿多只 三亿多只 四亿多只一直往上爬 也就是说这个还在提升当中 另外除了手机之外 那个平板的销售量也是 这个非常的吓人 所以这部分的话 像最早是开第一枪 是那个什么 亚马逊的那个 Kingdom 那现在iPhone等等的 那里面的销量 销量大概就是 目前看起来是 iOS 本来是iOS iPad 占有率 本来是八成以上 不过现在好像跌到 已经不到一半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趋势 那现在7寸 等等的 那一个趋势的话 大概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一个趋势 我想现在的手机 从去年的那个 WMC的 这个一个趋势来看 就是说 最早是四核心 而且现在已经八核了 已经好像八核 已经慢慢 慢慢越来普及 那这个size的话 越来越大 而且解析度越来越高 现在好像已经 iPhone的Plus 它是5.5寸 那我想5.5寸 应该已经一个 极限了 6寸我也试过 像现在最近 因为续约的时候 也办了一支 那个什么 华硕有的ZenFone 6寸 我想6寸 续约价也才多少钱 非常非常便宜的一个价钱 可是有个问题 太大支了 好像放口袋 真的不方便 KK的 后来还是觉得 好像差不多 5寸也有极限了 而且你会发现 现在越做越快 然后另外的话 可以用什么NFC 做短距离的 一个通讯 那里面的话NFC呢 又可以跟什么Yoyo卡 做结合 将来的话 网路购物也不是问题 像香港的巴达通卡 它已经可以跟 那个淘宝网做连结 就是你淘宝买东西 直接用什么 用巴达通卡 但是你手机必须要有NFC的这个晶片 才能够读取 另外LTE 这个已经市区了 它已经非常普遍了 另外的话 除了说 什么功能都有 但是就是要评价 不过评价的手机 我发现好像都没有NFC 而且好像也没有LTE 所以还是带高 不过将来也许这两 这些东西 通通都会评价起来 只是说时间的长短的问题 再来的话 就是说有关那个智慧家电 智慧汽车 智慧导航 这也是趋势 还有智慧的控制 不过 在台湾 因为我有些 业界的朋友 我有问了一下 其实说真的 这些技术 还是决定在 日本跟美国 台湾好像有一些东西 专利部分还没取得 所以没办法取得 而且成本太高了 那再来的话 有关那个需求部分 这个APP的爆炸性需求 其实 我们从几个数字来看 这个数字是 应该是20 这数字 2011的吧 可是这个2011的时候 还不到100万个 总total Apple的大概60几万个 Android的大概30几万个 total大概100多 total100多万个 Android才39 你会发现 再到现在 最近我2013的第二季 你会发现 这个2013的第二季 Android的下载 这个应该是 下载的量 有没有 已经超过什么 超过这个iOS了 然后但是 这个下载次数超过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各位要特别关注一下 其他的话我想 Android的这个 使用部分 我想各位尽量多去使用 如果说你要设计之前 多去使用相关的手机等等 那其他我想这些App 这个是应用课程 我会特别希望同学会去下载 并且使用 比如说各类型的 像交通运输类 像什么个性化的 或者是一些健身硕身等等的 比如说像 我最近比较常用的是什么 用那个交通运输 其实像现在出国旅游 都非常的 非常的普遍 那现在像我现在出国 我发现 只要有App 很多问题都搞定 像订机票 或者订车票 其实App一点 就马上可以去 你只要到柜台去领票就可以 那付费的话 线上付费的机制也越来越普遍 还有像什么 订一些饭店 发现非常方便 像我前天去南投玩的时候 那我就住樟化 结果我完全没订房 到当地的话我就选了 像Google Map上面就有了 你就找一下 而且我会找那个四颗星以上的 过去先打个电话问一下 有没有房间多少钱 直接过去 只要四颗星以上的 感觉都还不错 底下还有评论 看一下不错 过去感觉真的也还蛮不错的 所以相关的 实际住行预设 都会跟App 有一定的关联性 所以这些我想各位 多花一点时间去了解 因为你在设计之前 你不知道说 使用者需要什么 比如说你设计出来的东西 我想也不见得 一定会符合大家的需求 那其他还有这个地方 Giama跟Android的工程师 其实需求大增 当然不用讲 这个语言部分的话 Java跟C目前应该是最大宗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人力银行的一个调查 这个数字上比较旧一点点 我前一阵子有上课的时候 有稍微在Google一下 你会发现 有一个类型的工作需求大增 就是那个Java类里面的JSP工程师 一下子增加好多 JSP的方面工程师 那有关那个Android工程师 这个是这个是有个同学 一个学生 他传了一个讯息给我说 请我帮忙找一下 有没有认识的人才 里面的话呢 他的工作内容 大概是这样 有些Android相关的 工作地点是在信义区 薪资 各位看一下主要是这个 四万五到六万 四万五到六万 他问我有没有认识的 帮我问问看 我再帮他问问看看 给四万五到六万 大概是这样的行情 OK 另外这个也是Android的工程师 里面的话 各位可以看一下 他第一个 要开发经验 请附上作品 所以我一直强调 你有没有作品很重要 另外 但如果你没有作 如果有作品又有证照 当然更好了 请上添花 那可以做什么呢 当然第一个 你要知道Android 还要知道iPhone 最好你iPhone部分 也要能够知道 不过目前的话 两者都需要的状况 其实也蛮高的 所以说如果你两个 都可以搞定的话 那更好 然后底下的话 这边有个工作地点 是在中和 然后平常工作 可以选择在家中 或在公司 完全弹性 这个应该 对各位来说 应该是有诱因的 如果你今天不想要去公司的话 你可以在家里就可以 因为其实说真的 你coding 你在哪里coding不也一样 甚至你可不可以带一个 像现在好像一定要买个L 然后呢 在Starbox坐在那边 可不可以coding 可以啊 如果说刚好 有 对 你在那边久之后 会不会多认识一些人 有可能 OK 然后工作没有特别规范 一个人习惯 然后有什么 然后 薪资 五万块起 保障年薪十三个月 OK 这样应该感觉还 还OK 还不错 如果你工作几年之后 应该 而且调薪的幅度 调薪的速度 其实会跟着你的能力 做调整 所以你越拼的话 相对的你的薪水 当然会越高 那像我之前有同 有学生也是做了一些作品 我也把它放上来 他其实也做了这些 有像什么 车子的什么指南针 比如说你车子停车的位置 你不知道 你可以装这个APP 记录下来之后 就可以知道你的车子的位置 还有什么云端叫号 还有像股市达人 另外还有像什么 出差记事本 等等 学生的作品 还有学生做一个 有点像 八位元的那种游戏 他这个有点像怎么样 就是说 启动的时候 建一个service 就启动 会有一个小图示在那里 你可以移来移去 有点像那个 Facebook里面 有一个聊天的那个小小小软体 他浮在上面 你可以移来移去 他做了这些效果 他有了 跑来问我怎么做 我大概跟他讲一下 哎 那学生好聪明 但这样子工序的学生 回去的话 大概花个几天 就说他做好了 并且寄给我 我把他试了一下 哎 不错 真的有做出来 OK 这样子的东西 还有其他轻松 找车等等的 有一些导航的功能 好 那再来的话 有关 这个建构 这个Android开发环境的部分 那因为我们的时间 不是很够 所以呢 我已经帮各位 打包好 放在云端上面 所以就刚刚 各位下载的那个东西 那 那个环境 怎么建置起来的 我大概跟各位说明一下 因为坊间目前开发的 开发的solution 一直在改变 那哪一个最好 说真的 没有标准答案 最好是什么 大家的需求 老板端是希望怎么样 你开发一个 他又能够符合Android 又能够符合iOS 然后做一次工 就可以完成 然后最好Windows Phone 什么其他也都包进来 那目前有没有这种solution 当然有 只是说好不好呢 问题 各有不一样的问题发生 那如果说你要很 perfect 目前没有啦 那怎么办 见招拆招咯 那以目前 如果说你要开发 原生的Android的话 那用Eclipse这样开发方式 应该是算是最 最基本的 可是问题这个还是 它的最大缺点就是说 你要能够 你要把这个东西 技术学会的时程 会拉得比较长 但是如果你要用一个简单的方法 比较快速的开发 一般 之前我还有教到有一个叫 Phone Gap Phone Gap Phone Gap 或者是类似像这样的套件很多 它可以 帮各位用什么 用做网页的观念 就可以快速的开发出Android 也可以开发出那个IOS上面需要的APP 不过它的缺点就是说 它最后要coding的时候会很痛苦 因为你要在Dreamweaver底下要coding写code的时候 哇真的很麻烦 因为它的语义法用的是什么 用的是那个JQuery JQuery Mobile 就是用那个JavaScript来开发 那当然有各自的优缺点 那当然我们今天用的讲的是有关那个在Android里面开发原生的 原生的怎么做 特别注意它需要几个东西 第一个是Java 那特别注意如果说你今天是在 比如说 因为我现在装的Eclipse版本是32的 因为我去DOWN的时候 你在到Eclipse的官网上面去 它会问你说你是要64位元的还是32位元的 那我DOWN的时候是用32 为什么呢 因为32位元的环境在32位元可不可以用 可以用没问题 在64位元的环境可不可以用 可以用 可是如果你今天DOWN的是64位元 在32位元可不可以用 不行 OK第一个 第二个是 如果你今天DOWN的是Eclipse 32的话 那你用个JDK有没有 Java的开发环境一定要装一个JDK 一定也要装什么呢 记得不是装64 一定要装32的 所以如果你回家的时候 DOWNLOAD我的这个环境 然后你把它执行起来 它会跳出什么 跟你讲说它找不到相关的那个 应该是Library之类的 JDK部分 那记得你就去 那个Oracle的官网 因为Java已经被Oracle给病了 所以你就到Oracle官网去DOWN 特别最好是32位元的 不要是当64位元 这第一个 JDK 32位元 Eclipse 32位元 再来的话 Android要挂上去的话 需要两个东西 一个东西叫做ADT 什么叫ADT 其实简单讲起来就是说 Android要挂在Eclipse里面的时候 需要一个外挂 这个外挂的话就是所谓的ADT 那现在ADT有个最大的问题说 它的版本 大概两周就更新一次 两周更新一次 也就是说 如果你这个版本ADT 后面还要再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ADT之后的话 还要再挂一个Android SDK 那这两个版本一定要Match 如果你这两个版本不Match的话 那你这个环境就完蛋了 OK 特别注意 所以我刚刚有特别强调 如果你要Update的时候 要特别小心 因为Android 那个ADT它随时都Update 可是你如果UpdateADT之后的话 你的SDK要全部重新下载 如果你没有重新下载的话 你这个环境就毁掉了 那如果要重新下载 其实真的是很麻烦 所以如果你这些环境 假如说你不想要花太多时间 在这上面的话 你就当落我那个环境 解压缩期就可以了 那这相关的连结在这里 这个讲义里面都有 大概就是打包一下 我们就可以马上可以开发了 那有关那个Oracle的JDK Download 记得就是在那个Oracle的官网上面 你就去找到那个下载路径 应该就可以 把它装起来 再来的话 那个Java的环境变数 如果你是开发纯Java的话 才需要去设定这个系统变数 不过我试过好像那个Enjoy的部分 可以不需要设定环境变数也是OK的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如果你要开发JSP的时候 需要去设定 可是如果你设定 开发Enjoy的时候 我印象中这个地方 这个Java Home 还有Pace部分 其实是不用设定 没关系 那还有Eclipse Eclipse下载的网址 就www.eclips 后面是.or区 那你下载的时候 我下载的是这个Eclipse的classical 就是传统的这个 记得是32位元 它有64跟32 我比较建议是下载32的 OK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到 这个地方是在Google的 Enjoy的开发网站 那下载的话是ADT 先把它挂上去 这个地方有个 然后再来是Enjoy SDK 因为我这个都手动 纯手动 当然在那个 Enjoy的官网上有ADT BUNDLE 不过我讲过 它那个算包得很新 可是问题很多 所以我比较不建议 如果你们是初学的话 你可以先用我的 如果说你已经 有一点程度之后的话 你再去用 Enjoy的那个ADT BUNDLE 那除了这些方案之外 其实在那个 Android的官网上面 还有另外一个叫 Android Studio 这个Android Studio 它现在已经到 好像0.8起了 0.8起 不过 我之前试了一下 还是觉得没有很OK 不过后来最近 暑假的时候 有一个研席 我去参加 那个用Visual Studio 里面外挂 一个套件之后 来开发Enjoy 我发现那个还不错 那个开发起来 真的已经解决了很多问题 但是那部分的话 因为你们这边有 那个Visual Studio 其实也可以试试看 不过那个有个缺点 就是说 它会有费用的问题 会有费用的问题 它是直接可以用Visual Studio 来开发 用的语言是用虚下的 OK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 稍微看一下 那请各位再把那个 环境先荡下来 荡下来之后的话 记得就是把那个 这个 这个 Android SDK先设置 然后模拟器也设置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 好了 握了之后 没有问题 那就可以后面 就可以继续再来 往后面走 好 谢谢 谢谢